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3月23日,星期三在拍影片和大家跟進幾何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看看恒子的走勢,恒子今天升了264點,收22154 今天的走勢是高開,回一回衝上去最高22424 然後有阻力,回一回收一支小羊竹 今天沒有碰到3mm,所以明天會有機會碰到 所以明天會有機會碰到3mm,所以明天會有機會碰到3mm,所以明天會有機會碰到3mm 今天是上升第6日,所以不是轉折數,所以有機會可能是明天或後天出現 這兩個位置有機會碰到3mm,所以有機會碰到3mm,所以有機會碰到3mm 因為有時候的狼的時間會被碰到3mm,所以是第7日,所以明天會有高位 而如果明天好碰到3mm更多,所以會碰到3mm,所以可能是早上升,所以會有機會碰到3mm 到時升 zum thru30mm,暫時是22600mm,所以會有比較大的阻力使它轉向 日线图没有收过在5MA下面,所以趋势方面暂时是向上的 还有要注意就是它的MACD是属于一个相对低位 日线图的STC也未超过,未上到70,所以仍有空间上 今天的回套主要是因为时间上升了34小时 这个位置算起,加起点那枝巴,这里用了34小时 到了时间周期的数字,所以调整了4小时 它这里升了两层,MACD浪升了一层,两层 所以这些位置再看好,其实直播就不太高 虽然日线图有机会看到,它有机会去到22600多的位置 但是它上面的空间似乎不太多,可能都是400-500点 但是现在这些位置,如果看淡,可能真的要3MA,5MA就要反手了 因为它没有5MA下面,其实这个浪的趋势也是向上 另外就是看一看,它除了因为升了34小时之后的调整之外 也是关乎到比例的,看一看4小时图 看4小时图,这里是1,2,3,4,5 因为它5浪就去到1-3浪0.382的比例 5浪通常都跟1-3浪有点关系 它就去到1-0.382,所以升穿了之后就有点固滑 这些小5浪是形态上的,1,2,3,4,5 但掌助现在就是看它5浪想如何延伸 因为它上面有些位置需要到,例如这浪是上去到22600多 甚至23000多,那它有些位置需要到 應該是前浪底12月20日那星期的底,2266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底才會是比較大的阻力位,可能最後還是需要去到這個位置 這樣才會是完成這個位置的一浪,暫時覺得是一浪 這樣才會有一個大的回徒 所以現在這個五浪可以有很多種延伸的方法 例如這裡加上1,2,3,4,5,它才是個五浪的一 它可以這樣,五浪2,五浪3,4,5,這樣也可以 又或者這個小五浪裡面的五子浪延伸也可以 例如這裡加上1,2,3,4,5浪1,5浪2,5浪3,5浪4,5浪5 這樣延伸也可以 所以這個也比較說,例如會跌穿哪些位置呢 這個五浪會完呢 也比較難說,因為它真的要跌穿21,070,才能確認到五浪圓 但是如果要跌穿1000,才能確認到這個浪圓 這個做法就不是太實際 因為如果跌穿這個浪1,6,5, 或者跌穿這個位置 因為剛剛也有另一個數法 另一個數法就是1,2,3,4,5, 這樣才是一個五浪1,這個就是五浪2 所以它沒有跌穿21,070,這個位置 它也可以是五浪2 然後再上五浪3,五浪4,五浪5 亦都可以 所以這些位置可能就 會看回 會看回那些AMA會比較有用 比如說小時圖 看到它之前都是踩著這條MA上 即是這條MA觸發了它 這條是21MA 看到之前是跌穿了一點 踩著它上 這樣就觸發它破頂 所以留意著這些MA也很有用 一些MA突然站得很實正 這樣就應該會是 即是繼續回到趨勢 所以之前如果是 有用到這些MA去參考 即是說要知道要 收在這條MA下面 這樣才可以看淡 即是這些MA如果沒有收在下面 這樣也會繼續上 因為這條MA是21MA 觸發它破頂 所以這條MA到現在也有用 即是如果它真的回到這條21MA 然後站得穩 那又再上 所以小時圖暫時可以參考這條21MA 如果這個位置可以站得穩 最後是22,372 如果站得穩 下個位置應該是22,774 到時5浪就會和1-3浪 合成 即是1-3浪是5浪的 應該說5浪是1-3浪的一半 這樣 看看現貨圖 看看現貨圖 現貨圖 找對的位置去量度 Retracement也有用 而且是因為這些黃金比例 都是比較客觀 因為數浪是通常比較主觀的看法 數浪的時候 尤其是它的浪是未開始 譬如這裡 看到底 看到底開始數浪 因為後面的浪是比較大規模 又很難說它究竟是1浪延伸 還是3浪延伸 還是5浪延伸也不知道 它一浪的規模有多大也不知道 它一浪裡面的紫浪哪一個形身也不知道 所以是 浪是剛剛開始的時候去數 其實就 未必是這麼容易數得對 所以通常會用 量度會比較客觀 以及比較實際 看到這裡是拿回這個跌浪 去量度回它的Retracement 它站穩0.236 看是0.320 看到直接站穩0.320 看是0.5 0.5 曾經失守 但它支援5MA 是5MA的上升趨勢 所以它雖然站不穩5MA 但它支援5MA 但它支援5MA 沒有收到5MA的下方 趨勢也是不變 然後它繼續站穩50% 即是它正在去量度 0.618 除非它收到5MA 0.618 這個位置還未到 22448 今天是22420 差20多點才到 即是未到 未到的話 應該稍後都會到 所以可能在幾日 有機會去22448 升穿一下 升穿這個位置也好 可能還未到 升完 因為它前面的底 才會有比較大的阻力位 22665 即是這個位置 可能升到那些位置 先開始那個2浪 今天回套 也就是 各位有調整 因為它升穿了某些阻力位 然後拉回延長 這個是日線圖 看到它一個 1比1.618的阻力位 這個量度阻力 今天升穿了 升穿了 有些困惑 也是很正常 但是它收市 是收到在上面 看到收市 是收到在上面 所以根據這個量度 其實它是有機會去24480 下個位置就是 22447 當然中間也會有其他量度 的阻力位 所以現在比較看好 因為剛剛這個量度 都會站穩了 所以走勢方面都是向上 比較利好 而它下一個阻力位 就是22447 所以接下來幾天都會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 支持方面就是 那條5MMA下面 日線圖的5MMA下面 它跌一跌穿應該會有支持 不應該收在下面 如果它收了在這條5MMA下面 那可能它這個浪就完 這個浪完當然也好看它是什麼浪 如果它1浪的話 就會走2浪 再走3 如果它收在這條5MMA下面 而這個又是某個級別的 可能4浪反彈 收在5MMA下面 即是說會走5浪 暫時覺得機會比較大 是會是一個1浪 收在5MMA下面 就確認2浪 5MMA是有確認的作用 這樣 它再收在5MMA上面 就進入3浪 這樣 所以也要留意著 一些量度的比例 和5MMA 在5MMA上面 看見 大浪方面它是站穩了 它上個星期已經站穩了 0.236 所以它應該是 幾個星期 應該是很難說的 有時候可以快 有時候可以慢 但是最終應該都可以去到 23182 這些位置 去到這些位置 看看它站不穩 站不穩 就有機會又回到0.236 但如果站得穩 它也可能先回一回 但未必碰到0.236 如果站得穩的話 就可能回到這裏 再上 或者站得穩的話 可能會直接上 也有機會 這些就之後再看 但是它 暫時是說 因為它已經站穩了0.236 所以接下來的一兩個月 都應該是 23182 大方向就是這樣 用IG去看看 今天的走勢 看到今天就是 在IG這裏 這個場外指數 看到它是 升穿了這條 34ma 所以今天在高位有回吐 就是因為它升穿了這條 34ma 在這條ma上面 就有固滑 是不是升穿了34ma 接著收不到在上面 就代表它這個狼 會轉下去 也要看它 考驗5ma 因為通常它 站不穩這些ma 最多 而後市有得升的話 最多都是回到5ma 考驗一下它 就是跌穿 再看看它 究竟收不收到這條5ma 上面 如果它收到這條34ma 之後 它就會下跌穿 然後跌穿 5ma 然後再跌穿 5ma 再上 上的時候 就會跌穿 34ma 然後再向上 那條55ma 走 這樣 所以 關鍵 其實也是繼續在5ma 即是它沒有收到5ma 那也沒事 這些可能是短暫的阻力 但萬一它收到5ma 就代表這條ma的阻力 就有機會將它 這個浪 倒轉 可能到時就真的進入2浪 所以都要留意著 它可以不試5ma 如果它這個位 這條ma以上的固幅是弱的話 它可以不試5ma也可以 轉頭又站穩 因為今天都未收市 今天未收市 它可能收市其多幅在上面的話 那也是繼續向55ma走 那55ma就是 22900 2300 那些位 這樣 那這個是日線圖 那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拿回它的MACD浪去做量度 那就會見到它站穩了 上個星期 企穩了 50%的位置 那企穩的50% 其實也都 告訴我們 接下來都是 有機會試 0.618 的位 那就是22526 這樣的 那企穩了50% 也都告訴我們 在50%以下是有支持 而且通常都不會說 試回0.320 跌穩了0.320 這個位置 當然如果真的跌穿 那都是有支持 比較大支持 在下面 但通常都不會說 跌穿 所以跌穿 跌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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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去水線的動力會大,所以後市看25000以上,甚至28000也有機會 另外也是量度周線圖這裏整個大浪的回套,就是期穩到0.236 向0.382走,即是23,091,就是向23000 另外這裏的跌浪和前面的跌浪是有1比1的關係 所以後面這裏的先浪和這裏有關係 所以這裏的跌浪是有機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到0.236,0.382這些位置都去了 差在看這裏的跌浪是在0.382下面還是上面 這裏的跌浪是在0.36和0.382的跌浪這一代 得到這裏的跌浪是在本地的跌浪是在哪裏的跌浪 到這裏的跌浪是在0.382的跌浪是在下個月有機會試 到這裏的跌浪是在10.320以上相比 如果今個月收到22000以上的話 下個月有機會先下到22000 下個月有機會先下到22000 例如21400 21500 未必會下到20500 因為他站穿了0.320 所以未必會下到0.236 但又會下深一點 再上去23000 就是這樣的看法 稍微看得好一點 後市有機會去24400 都是看回這些比例 25800 最好可以去到28200 這個浪和前面的浪是1比1比例 0.618是比較普遍 還有0.618是比較漂亮的Fibonaki 所以0.618也是有機會的 24400 看看上陣指數的就勢 看上陣指數的就勢 看到上陣指數就是收陽陽足 所以收陽足 當然會更加利好 但是收陽足可能是1浪 代表他在開始1浪 接下來可能會是陣指數的 收陣指數但又跌不穿這個浪 這樣做2浪 繼續3浪 這樣做2浪 所以現在只能說這個底應該不太像會跌穿 但是他可以做2浪 這樣做2浪 看看導致的走勢 導致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的Histogram 都在收縮中 收縮中的意思是 就是他在吹向做陽足 所以上星期就收了大陽足 今個星期回一回 然後再上 也是繼續吹向收陽足 因為他這裏有機會是 有機會是由負數變正數 即是說他還未升完 他之前是 支援這條89MA 所以大機會上回55 55也升穿了 還要站穿了 所以有機會又試了那條34 34 34就在35,050 即是未到的 所以他似乎還有空間上 他日線圖方面也沒有收在5MA下面 所以走勢方面也有機會繼續向上 不過短線會不會有調整 就是看他這條89MA 看看他會不會升穿一下 在上面有調整 又或者如果看好的可以直接看他1.618的比例 當然他會站穿了這條89MA才上1.618 但未必升穿這裏一定有固滑的 可能升穿直接站穿 這樣也可以去1.618 因為他現在也是在走那個 SX浪 之前是 WSY 現在也是在走SX浪 可能是現在走3浪也不定 可能這裏是1 2 走3浪也可以 但如果保守看就是SS浪 SS浪 就會是回套Y的70% 最少回套Y的70% 所以還未到位 還未到位 35539 即是要去到這個位 因為 就算他真的在後市差 也要去到這個位 才差 當然他也可以在走1.2浪 走3浪 走3浪 即是破頂 即是現在無論兩個數法 哪個數法都好 都要經過這個位 所以這個位 應該最後都可以去到 35539 這樣 看看納子走勢 看看納子 納子就是日線圖 他站穩了那條 55MA 現在就應該是去試那條 89MA 然後另外那兩條 MA也是 即是到了 看到他站穩了610MA 所以他都會去到 377MA 所以他都會去到 377MA 都應該會站穩 雖然今天未收市 但因為他站穩過 55MA 所以都應該是去到 89MA 所以中間都應該會站穩 都像是今天站穩這條 377MA 233MA 就在這裏上面 即是現在保守就看89MA 現在保守就看89MA 再好一點就看233MA 再好一點就看233MA 這個納子的日線圖 因為他和那個道指 可能在走不同的浪 他和道指可能在走不同的浪 所以 就未必說這裏 這裏 這裏的70% 這個位置 就不知道會不會 作準的 道指就比較 大信心 但這裏走什麼浪 就比較難說 純粹就暫時 都是用5MA去做 指標 只要沒有收5MA 下面 這個浪 都是一隻上去試 上面的MA 暫時 看到今天都沒有收5MA 所以暫時都是利好的 1 2 3 4 5 6 7 最少第八日都有高位 看看 黃金的走勢 黃金看看日線圖 一線圖 昨天就跌穿了 那條 34MA 但是 他還沒有收市 他也是在下面有支持 嘗試去 站穩 那條 34MA 要看他今天收市 站不穩 如果今天收市又站穩 那就比較難說 如果今天收市 不穩 收了在34MA 下方 應該是向下方 那條 55MA 走 大概是185 那些位置 現在他上面的MA 都在下方 所以 如果他走勢差 都應該站不穩 那條 55MA 應該都站不穩 這條 55MA 等上面那條MA 下來 就壓下去 暫時 就暫時 覺得像這樣 那 那 就看看 原油的走勢 那 看看原油的日線圖 那 看看 這個 retracement 看看 50% 的位置 看見昨天 他的收市 就剛剛站到50% 這個位置 因為他之前站穩過 50% 他可能會去到0.618 這個位置 可能會去到這個位置 但如果他有七手 50% 去0.618 這個位置 又是機會小一點 但他昨天也 最後收市 就沒有失守 那 現在關鍵位 應該就是看 5MA 如果他收在這條 5MA下面 他收在這條 5MA下面 應該 B浪反彈 就在這些位置 進入 C浪 下跌 那 都是 留意這條 5MA 會不會收市 收在下面 那 如果沒有收在下面 那 都 還可以 看著 114 114 這個位置 也有機會 陰陽 足 方面 就像是 反彈圓 陽 陰 陽 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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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既然他昨天做了一個高位然後又收音軸 所以這個位置暫時應該比較難先穿 所以都是偏向看淡多一點 去到30分鐘圖看到有個下跌5浪結構 看到這個位置1,2,3,4,5 所以就比較像走勢方面就是偏淡 這個位置是一個5浪結構 可能是下跌1浪也不定 這個位置2,接下來是3 有機會這樣走 那就是昨天的音竹是一個下跌5浪結構 所以有機會就是1,2,3,4,5 就是這樣看法 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還沒訂閱Youtube和訂閱分享 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加入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